他已经决定要死了 剩三年的时间 管酒朋友 要命一条 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闯进你的生活 偏偏公子温润如意的文克星 是画牢 周子舒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这屋时候没想到 我们又有缘相聚了 我一直跟你待在一块儿 陪你喝酒陪你聊天 然后陪你去出生入死 慢慢地就建立了一种 很牢固的友情 最难的应该是在他的内心期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又重新给了他希望 他很开心 因为他在争命的最后段时间 找回了自己的知己 先干为敬 其实对于温克星来说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之外温暖他的这么一个人 就周子舒 周子舒就是温克星生命中唯一的光吧 辛苦辛苦辛苦 三二一开始 他这个人 刚开始太冷了 接触下来 是妖性补偿 吃你的瓜怎么啦 就没有最棒的 龚俊本人性格他就闷闷的 然后也不爱说话 原来他是装的 拍到月到后面 我会发现真的收不住了 华氏老师表演 一张 三招进 一步两招 越来越有温克星的那种 胡扯瞎吹那种感觉了 现场有那个打地钻 然后摄影师说怎么拍啊 没办法拍 公聚摇摇扇子 唉 我那个四季山庄二期正在装修呢 等见好顺利 张老板加工资上了几个 一部戏其实很简单 做几套好看的衣服不是问题 是把一个部戏做成一个风格 这个不就是我的衣服吗 对呀 那不就是他的衣服吗 对 我去拍的第一天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给我穿上我那个衣服 我感觉就来了 就对了 尽量让他的这个造型是很随意的 然后是颓废 而不是邋遢 然后再加上服装老师 他们设计的衣服整体出来 效果就非常好 最喜欢的红色 那个鬼谷大战那套 因为那套做工很精细 听说是两个师傅 手工缝了半个月上面的修画 用什么来认为你就是谷主了 那么鬼谷的颜色里边 什么最大的 红最大 前面都是紫色的 前妻都是小魔女的一种状态 紫色不好用 尤其做女装 女孩也要有美在里 发型上我们希望它比较活泼 比较有个人特性 比较娇俏 在服装造型上 我不希望说大家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 因为你要做带动和引领 你跟随的什么都好做 你也做成黑白 你也做成行修 你也做成普通的 那个好做 你要说的 你要想的 突破 新武侠就是一个突破 特效化妆 特别是在面部的一个化妆 电影里面比较多 电视剧里面一个角色 因为她的戏很多 牵扯的时间又很长 对于她的本身角色的表演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说那我们也就是做了一个尝试 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武侠剧 江湖人物的话 还是会有她江湖人物的一个特色 我们就会让她呈现得比较自然一点 不会有太多修饰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部门都很用心 不准皮子太厚了 用那个炸丝去 这个武侠这种交火 已经不是大大杀杀 是人情世故 その前一位 初恿最主日 没有大杀杀杀 在 нем太重 然后修理 你从小矿 就一个不划न 桌上没的东西 你为何要帮他 我是在帮你 阿湘你别哭 我相信你 我所经历的这一期 怎么样 吓我吗 故事要吸引人 必须是感情 爱情 友情 兄弟情 不要 他是天窗首领 本能的东西在里面 他要去调查这个事情 几个因素融合在一起 他才去缠这一趟浑水 然后知道人生了我们可行 江湖友人再见 男人的感情 他们的互相的羁绊 下次还江湖再见 他都说了 不必了 他们之间 玩猫鼠的感觉 我想揭穿你 但是我不让你揭穿我 但是我也想知道你是一个什么身份 大家互相的在那种互动 你管我 我就是看乖 但是当他们知道 有人很关心我 我在世界上面可以有一个基金 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时候 他慢慢让他们生命中有一个希望 也觉得这生命继续延续 是有这个价值 好嘞 周大爷 好啊 可能以往的那些可能不太一样吧 两个人的那种感觉 小碰撞 就是蛮有意思的 在原图上面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骗子 把他的背景的故事更立 人物变得更富 我说完了 我先是你 我管在你 你干嘛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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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这整部戏来讲 我们就有欢窜那个杀衣的感觉 症跟血其实不是一个表面 在五杀世界里边 你没有错一倍 你可以看得更简单一点 更离地一点 其实说到底就是 情怀和情意这个东西在里面 有意思是 就会不会 sole自己 เข kle械 是 把片 levels